我希望就是在北京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场势里边有一个空间 就是是传递快乐传递这种舞蹈精神的 晚上Leonard来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晚上的时候穿的要稍微的好一些 对就是穿的稍微的稍微的证实一点吧 对别人的一种的尊重 那上课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然后像这种Leonard级的这些大师 就是这些世界品级的舞者 其实他们是就是什么时间都可以来的 所以今天上课的这些人其实挺多的 那么都是这两年到三年的一种成果吧 原来差不多三十几个人过来上课 Swing就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前的一种交迷舞 当时是从黑人传过来的 他们就是听着当时的音乐跳一种节奏 然后这种节奏可以一个人跳也可以两个人跳 我是想把非常原汁原味的这个这个舞蹈的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过来 然后让当年的那个年轻人来给现在的年轻人讲当年的故事 那时候07年的时候参加大乐队 然后大乐队呢里边那个leader就跟我说说 哎你可以去来我们这跳舞啊跳一种交易舞 然后当时我就想就是不行我这样的跳不了交易舞 因为我脑子里印象交易舞是那样的 学了以后发现这里边的人都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互相大家都是朋友 所以就很快的被这一群朋友吸引了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激性的成分则大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开心 然后什么都不会想 然后什么都不会想 没有任何的烦心的失踪 然后沉醉在自己这个这个这个梦想里面 0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去去韩国看到世界顶级的舞者跳舞 然后发现那个国家有特别多的当地的人跳swing 所以这个给我的启发非常的大 我觉得嗯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就是在在我们国内的话 是有非常多的人就是就是那个需要这种的快乐 需要这种的一些兴奋点 所以他们也是在我们swing这个圈子里面成为一队的结婚的 嗯应该是第五队的 第五队的结婚 马上会有第六队 是吧 是吧 哈哈哈 好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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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来多来多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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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 好了吗 好的 BJ和ROO 好 本庭这个社会这么国际化的一个社会 而且是越来越国际化 越来越多的就海归啊 包括其他的领域上的一些的人员 会在这个城市生活 所以就是找他们这个生活的一个圈子 那么我是主要是找中国人 但是呢这些中国人会吸引一些来 语言一直都是我的一个障碍 一直都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那么我现在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用语言一点 任何的交流都没有 就是现在的话也不能说特别好 但是会交流一些 给我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 中国男孩不太愿意跳舞 就稍微打击了一下 就哎呦我不跳 但是好多外国的舞者 就是就想学的时候 就是觉得说哎 我应该想跳舞 我想去跳舞 所以我就去了 用我的热情和我的激情去同样 也就是说让他来看我跳舞 然后让他来看我去做一些就是这个音乐 听到这个音乐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我这几年的一些的经验也好 还有就是参加过很多活动什么的 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 让200个人都特别开心 Swin带我去了至少有五个国家吧 然后地区就有很多了 比如去一个国家海岸 去好几个地方 那就是都是都是因为Swin 然后都是因为他 我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 阔就是开阔了我自己的眼界 和就是一些世界观吧 他们的世界观就是 但是我就是很开心的活着 然后去做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 我也工作 工作完了以后去跳舞 去游走全世界 所以能不能还取得你 是不是想像我说 看看我自己的目标 我也不喜欢 gland进有一大控制 我可以在这有这个无限作 我可以在那之前 我想看它 寻找过 我可以在这一方面 然后我可以在这边